中国的对美政策保持着连续性和稳定性 同时我们也做好了中美关系爬坡过坎经历风雨的准备 从根本上讲 美国星球把中国打造成对手 是严重的战略误判 是把自身的战略资源投入到错误的方向 中方始终愿本着不冲突不对抗 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 同美方共同构建一个协调合作稳定的中美关系 同时我们也必将坚定的捍卫自身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力 因为这是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的正当权利 美国应当履行联合国宪章倡导的各国主权平等原则 学会并适应与不同制度不同文明的国家和平共存 接受世界走向多极化的现实 面对中美关系建交以来的最复杂局面 我们有必要为中美关系树立清晰的框架 要明确底线 避免对抗 中美关系要健康发展 关键是要坚持相互尊重 中国从来无意也不会干涉美国的大选和内政 美国也应该丢掉按照自己的需要来改造中国的幻想 停止对中国内部事务的无理干涉 停止对中国正当权益的蛮横打压 二是要畅通渠道 坦诚对话 对话是解决问题的前提 没有对话 问题只会越积越多 甚至导致失控 中方对话的大门是敞开的 我们愿意秉持平等开放态度 同美方沟通交流 恢复重启各层级各领域的对话机制 三是要拒绝脱钩 保持合作 中美利益已经深度交融 强行脱钩将是两国关系受到长远冲击 危机国际的产业链的安全和各国的利益 疫情当前 我们愿意同美方在疫情防控 经济复苏等领域开展互利合作 相互借鉴和分享抗疫经验 共同参与和推动全球的抗疫多边合作 四是要放弃零和 共担责任 当今世界全球性问题层出不穷 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挑战相互交织 几乎所有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 都离不开中美以及世界各国的协调应对 所以我们希望中美双方应当秉持人类情怀 履行大国责任 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当中 开展必要的协调合作 共同致力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感谢观看